今天台北市中山区出了一件大事 而且你是全城目睹 我们要找台北市有个非常可怕的 猛鬼公寓警星大陆 这个地方之前就有跳楼居然压死了 那个在卖小巴掌的人 这个地方被认为非常的诡异 结果昨天是端午节的前一天 也就端午节是台湾 也就在阳间日人之间 阳气最重的一天 尊王府的保安广泽尊王 关渡宫的二妈 木造中正庙的宝仪大夫 还有蒙甲青山王宫 四尊神明都出动了 神明面前不能讲假话 我昨天看到这件事情 你全城目睹 我告诉你 保安广泽尊王下令四大神明 去景星大楼 扫荡凶险 好 马老师 这个景星大楼为什么了不起 外号叫做 最凶的猛鬼大楼 最凶的 好 为什么讲 第一个 这个景星大楼修好39年 在里面 往生的30个人 30岁是游才往生最多 第二个 最多灵异故事的 也在景大楼 好 这一次为什么 广泽尊王要下这个令呢 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凌晨一点半 有一个送外卖的 11楼叫外卖 他就去送外卖 按11楼 到了11楼 电梯一路走一路摇 一路走一路摇 一路走一路摇 到了11楼 按11楼 不开吗 门不开 门不开 还有刷下 电梯自己下架 我真的不骗你 这就有记录了 降到6楼 送外卖的 对 他精魂补定 6楼 再按1楼1楼 我不要上11楼 按1楼 啪一开动了 心形若狂 啪一下到1楼停了没有 没停 没停 啪一下到地下一楼 地下一楼没关系 应该停车场 只要你门开 我就可以逃路 啪一按 地下一楼 B1 门 啪居然开了 开了 欣喜若狂 结果 结果你知道看到什么吗 你不要吓我 真的 他没有看到 不该看的东西 一堵白墙挡在电梯门前面 他根本出不去 白墙 白墙 那平常有白墙吗 就封死了 不能到地下一楼去 所以 那谁按的地下一楼 就谁按 他根本来只按了11楼 而且为什么会降下 而且一路抖 一路抖 你晓得 你到警大楼 我告诉你两件事 我不敢去 第一件事情 他在六楼 共赴了100多个牌位 六楼 这已经共 而且很大 而且你看到外面 那个门拉起来 上面是有个牌子 叫做个姓氏联合池塘 联合池塘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在14楼 有个土地公庙 来 各位观众看 14楼有个土地公庙 对 要用土地公去 压 但是显然土地公 不一定压得住 不然广泽 这个 广泽尊王 为什么要自己出来了 好 马老师 我看到广泽尊王 可是看起来 他很清秀啊 我告诉你 他的威力这么大 他除了眼睛 特别之外 他的坐姿 天下无双 他外号叫 神明界的霸道总裁 霸道叫他扶摸 这个桌腰 对 总裁 他真的会扶摸做药 会 总裁叫什么 就是他是台湾 唯一娶过老婆的神明 好 那他以前是个 放羊的孩子 在一个阳性大家里面 他妈妈做佣人 他替这家阳性大户 放羊 有一天有个 阳性大户 请了一个看女士来 一看到他 马上觉得这个孩子 不烦 就叫他妈说 你去把你先生的骨 骨骸弄出来 磨成粉 撒到羊棚 羊棚 那个羊棚是 羊棚无公穴 天下低穴 我跟你讲 刘宝洁 我在这边讲了这么多 我第一次听到 羊棚无公穴 好 他半信半疑 就把他撒在羊棚无公穴 他撒完之后 你马上出门 带你儿子走 走了之后 你要遇到一个 带同帽的和尚 一个被马骑的小孩 那地方是第二个穴 两穴加起来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你儿子 做一代天子 一个做万世王侯 他说我们不能做天子 我们做万世王侯 好 他妈带他跑 跑跑下大雨 躲到树下 一看一个和尚来躲雨 手上拿一个铜拔 他就把铜拔拿上 躲雨 铜帽的和尚 快一个木桶 牵个马过来 然后为躲雨 木桶就钻到马下面 去躲雨 马骑着人被 他就把这个 住在这个树下 住在这个树下之后 他就开始整个开始变了 第一个注意看 他面色泛红 他小时候就面色泛红 然后双目 炯炯有神 更觉是 他是天下所有生命里面 坐姿 天下无双 坐姿 对 他坐姿很快 因为他16岁的时候 突然间在伤癌上面 打坐 打坐 面色整个是泛红的 所有人看到 吓一大跳 怎么这么红呢 就回给他妈妈讲 他妈来看 以为他生病了 这么满面红光 就一拖他的左脚 就一拖 他的右脚 还横空的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坐像 真正的坐像 广泽尊王 广泽尊王 广泽尊王应该是这样子的 天下无双 就是他盘坐 他妈妈把他左脚拉起来 所以他右脚 还是盘坐的样子 但是因为这个脚伸长得不好看 所以现在就把他这个脚掌 微微的 微微的往外面一点 所以他的坐姿 是天下无双的一个坐姿 这是广泽尊王的坐姿 空军造假是一个科技军种 可是大家就非常好奇是 冯世宽被称为大鹏部长的 他是非常专心去供奉这个技工 你看看 这个当时是柯文哲 柯文哲那天晚上 他就跑到这个技工庙 陪他的是谁 陪他的就是冯世宽 很多人都好奇 520之后冯世宽去哪里了 简单讲 他就做庙工了 他做庙工 他回到武圣宫当主任委员 好 他这么虔诚 我是空军子弟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冯世宽这么迷宫庙 两件事情 造成他非常迷宫庙 有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有一架教练机在南部失事了 结果总部坐栏署长说 世宽啊 你去宫庙里面帮我问一问吧 他想你怎么叫我去问呢 好 冯世宽就去问了 结果一问 神明一降价 第一件 小杰 你刘宝杰 小明叫小杰 对 第一个叫他小明 小时候才用的小明 冯世宽的小明 对 第二个就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你来 他不知道 因为总司令是天主教徒 作战署长 他不能去 天主教徒 他们不敢来啊 他说啊真的啊 第三个 你将来 他的小明真的是那个吗 真的就是那个 他听了小明 他就崩溃了 第三个 你将会做上将 他说第四个 你要找那飞机 我可以告诉你 那架飞机是迷航 然后 鸡没有 掉到大五山里面去了 然后他说那我怎么找了 我告诉你 他的方位是几用几 他多少海里 冯官天上撒住了 全部用的是空军专门的术鱼 对 第四个 第五个 他说 他人的湿海 还在飞机里面 不然你找找看 最后一个 我最重要 我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到屏东 去找一个山清 只有这个山清 能够带你们找到那架飞机 不然的话 你们不要想找到那架飞机 你就那个山里面 这么神秘的地方 对 就逢是快真的去找了 不但找到 而且讲的坐标 多少海里高度 跟师傅跟他讲的 一模一样 然后他偷偷打听一下 总司令跟作战事长 真的姓天主教 他还知道 他们姓天主教 对 他居然神明这个 全都知道 怎么可能 所以冯次官就完全相信了 从那个时候起 冯次官启蒙了 他以前不相信宫庙了 那时候他知道 原来 台湾有存在这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更不可思议来了 1972年 日本跟我们断交 跑去跟中国大陆建交 对 冯次官是个 那时候31岁 爱国行政 你知道他是个热血冲头的 他干嘛 我要 他那时候是 注意听 桃园联队 第17中队的分队长 我要架战斗机 去把日本的民航机 给我干下来 去打民航机 我要把日本民航机打下来 替台湾人报仇 他这么激动 对 他这么激动 他这么冲动 我告诉你 他还选了日子 选好日子 调查出 那天 有什么日本民航机 要出航 真的有民航机 早上还跟家人全部告别 家人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告别了 他说 好 告别 然后去提任务提示 任务提高 他们起 今天就是个例行的飞行 他想说 什么例行飞行 我要去把民航机给干掉 我要干大事 干大事 他就上飞机 然后 啪 一切都顺利 因为战斗机 里面有很多程序的 都掉 发动机也插动了 他给 最后一个步骤 要给塔台说 我要出发了 没声音 为什么没声音 通信失灵 整个战斗机通信失灵 他跟那边 一直联络不上 联络不上 那你联络不上 不能放行啊 不能放 他正在享受 他说塔台塔台 他讲不出话来 讲不出话来 连塔台都讲不出来 整个人讲不出话来 河龙整个崩溃 而且你知道他讲不出话多久 一个礼拜 第一个 马上把战斗机 暂停不能飞 第二马上送医院 做了所有声音讲查 对不起 你的河龙没问题 但讲不出声音来 一个礼拜 讲不出声音来 冯氏官 他在家里面躺了一个礼拜 一想 这是不是神明给我指示 不要我去打日本的民航军 我去打日本民航军 这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让他对公廟萌芽 第二件事情 他觉得公廟 有神在指示他 他从此变成空军里面 有史以来 最姓公庙的一个人 他有这个渊源 所以他就跑到淡水武松岗 去做主任委员 那他怎么会跑到淡水去呢 因为他姓济公的 济公佛婆 所以他就到淡水武圣庙 做了一个上将庙公 你是两两六十出来的 两两六十是过去的 关渡师天下敌师 过去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关渡师天下敌师 淡水恶可 就是我们防御的重中之重 之前蒋仲林在担任 六军团司令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一个 在现在你只要在 这个地方当兵 你只要在这个所谓的 关渡师当兵 你都听过一句话 人可以死蛋 关淡水河不能丢 对 好 我在两两位是参长办公室 淡水河的作战计划 就在我办公室的 这个保险箱里面 我要跟大家讲 蒋仲林来听 我们这个四天的 狮子会的演习 我是翻那个 那个自卫阵阶 翻完蒋仲林就讲了一句话 人可以死 天下第一关 不可以丢 淡水河不能丢 对 好 我们四天的私指挥人权 我都参与了 八成都在想 怎么防水 淡水河口 一成在防守 基隆河 基隆河它是唯一可以到 恒山指挥所的 基隆河到恒山指挥所 因为恒山指挥所攻不破 因为它是背面 攻不破 进不去 只有一个可能 走基隆河突袭 所以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阳京公路 第一成讲这个 淡水河绝对绝对不能撕 你刚刚讲了 它到总统府 22公里 刚刚你讲交叉火网 漏了两个字 就在你国际作战计划里面 叫做多层交叉火网 多重交叉火网 多层 一层一层的 多层交叉火网 战车破机炮 这个飞弹 什么都把你弄住了 所以淡水河你要进来非常难 我另外跟你讲 除了66旅之外 还有一个269旅 现在是两个旅 是台湾北部 最重要的双起脚 在那边受到 你说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66旅 还有一个是陆军的269旅 269旅是机动作战旅 它以前叫熊师部队 熊师部队 它机动 所以机械 所以所有机械给它 好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现在台湾整个作战 第一个要守淡水河 第二个要守台北港 松山机场跟桃园机场 这三个你空降 兵进来我就完了 第三个要守两个沙滩 台湾的淡水河旁边有两个沙滩 绝对不能撕 一个是诸位北堤沙滩 诸位北堤 好多好美 好多东西北堤沙滩 我告诉你 只要北堤沙滩一被占了 淡水河会被控制 台北港会被控制 好 第二个 诸位沙滩 诸位沙滩就归269旅馆 诸位沙滩重要是什么 你攻占诸位沙滩 瞬间就到桃园工程机场 就到桃园机场 那你占据桃园机场 这个空运部队滚滚而来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 还有我刚讲多层是什么意思 多层 各位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阿帕基直人机 已经受训练 但是河口一进来 我阿帕基直人机就上面去打你 我跟大家讲 我们最近秘密训练 老贡在这里建了好几个新的直人机机场 新的直人机场 你的台北港 因此我们就用黑鹰直人机 故意从这边飞过来 我阿帕基 我飞弹 全部去演练 空中拦截 就多层交叉火网中 最重要一个 我空中就把人打下来 所以各位要知道 这次淡水河将进来 不管是投奔自由 或是来设施子母船 因为你的船要直接来 虽然是三个小时 太长 最害怕的就是子母船 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谢谢 刚才讲 黄仁勋来到台湾 大家只注意到说 你先跟这些科技大掌 你要嘛 你要去保安 你要干嘛 你要去稳固你的供应链 可是大家讲的 我一方面稳固我的供应链 可是一方面 我们没有注意到 这两天才慢慢浮现出来 是说 原来跟台大 跟长庚 跟中国医药学院 跟很多地方 已经有合作了 宝洁 不要亲自 黄仁勋说 生命医疗 是未来AI产业的天花板 大家可能不知道 台湾现在 AI医疗打算打世界杯 真的 我们的AI医疗好到 让你大吃一劲 我们有三个先天条件 第一个 外国的都要跟我们合作 不只是黄仁勋的NVIDIA 好 既然触控上有这个东西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中国医疗大学 弄了一个 败血症病菌判断系统 这多厉害 有一天有一个病人 发高烧 全身痛苦 送到急诊室 要判断 用什么抗生素救他 他是什么病菌 说一块 多少时间 你知道实验室回来什么 72小时 最快72小时 AI系统啪上去 一小时就出来了 一小时好 这病人就救回来了 你晓得 现在在中国医疗大学 败血症死亡率 降低多少 25% 抗生素的使用率 降低多少 50% 因为以前 我不知道什么菌 我什么抗生素 什么抗生素都给你吃 现在我吃到以后 我就针对这个给你看 我可以精准投药了 这不是我要讲的 我要讲最重要一个来了 他是跟谁合作 做出这么厉害的系统 跟谁合作 微软 微软 中国腰杀是跟微软 所以我告诉你 世界的大厂 都要来跟我们合作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台湾自己的厂商 什么广达 音业达 伟创 全部拼了全力 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厂 我讲的简单的 连红基 红基做出来的第一张 拿到第一张 执照 什么东西 X光一看你胸腔 X光 就知道你骨子疏松是多少 这红基做出来的 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我们有最优良的 医生跟护治 跟医疗体系 为什么选台大跟长根 长根现在第一个 创了AI自工系 专门 长根有AI自工系 专门做这个AI 我们人才已经培育了 台大刚刚已经讲了 你不要看 你刚刚说癌王是 疑脏癌 台大的疑脏癌 AI系统 全世界第一个 重点在这 全世界 它在2020年 就弄了两个 人工智慧电脑 所以它是世界第一 我们的世界第一 已经很多了 我再跟你讲 不是我吹的 马街医院 用AI 照乳房分析 三分钟就出来 全世界第一台 所以我们的 好 刚刚我们讲 中国医药学 中文国医药大学 附设医院 在2019年 就AI问诊 AI问诊之后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 AI写病例 AI写病例 它是最新的 用AI来写病例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三大优势 外国要跟我们合作 本国厂商要合作 我们有优良的医学传统 我们现在准备打 AI医疗的世界杯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不涉险 我是张道合 周一大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赶紧来上线